你好,我是犀牛 今天我给你介绍一个在释迦堡鼎鼎有名的社区 这个社区位置很方便 然后学校也不错 周边还有很多很多非常适合华人购物吃东西的场所 这个社区就叫164 有人管这个社区叫释迦堡第二有名的社区 我不知道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但是对我来说 这个社区可以叫释迦堡第一有名社区 咱们来先看一下大致的位置 Steels这个社区并不是很大 它北边是Steels Avenue 西边是Victoria Park 南边是Mannico 东边是Kennedy 就这么一小块地儿 它的高中就是白球人高中 这个高中在以前我刚来多伦多的时候 也就是十五六年前吧 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可以说是整个华人区最有名的学校 比贝贝尔高中还有名 当然了这些年他的名气没有那么大了 特别是在飞沙学院做了排名之后 他呢可能因为他的这种教学的方法吧 或者是校长的这个指导方针 他并不很追求分数 所以他的排名一直是属于中上 并没有在顶层 所以后来慢慢的就不被大家所提起了 但是呢 这个学校他整个的学习的氛围啊 学习的质量其实都是不错的 他在数学科学音乐方面都挺有名气的 然后呢 还有各种课后的俱乐部 然后还有刚来的这些学生的ESL的班 还有大学的AP课程 还有专门的这个数学和科学的这种课程等等 安排的是比较合理的 这个社区的小学也特别的有名 它叫做Kennedy小学 这个小学呀 常年排名第一 即使是在飞沙学院排名之后 具体的位置就在这个社区的西北角 咱们看这个叫Kennedy小学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Steel社区的位置啊 通过这个图 咱们能看到 Steel社区 基本上是在释迦堡的最北侧 或者叫东北侧 咱们华人刚刚到释迦堡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集中在401 404和Steel这个区域内 再后来才发展到万锦和列治文山 所以在中间的这个郭渡区啊 这Steel是极为有名 当然了 它现在虽然没有那么有名 但是因为它过去的这个历史很悠久嘛 所以它周边的华人的吃东西的玩的 还有这种超市啊都是差不多整个大多地区最 我刚刚移民的时候也是住在释迦堡地区 然后后来呢搬到北约克 现在我是搬到了旺市 但是即使我到了旺市 我还仍然会时不时的到这个社区来吃东西啊买东西啊 因为这个地方不仅味道很地道 而且东西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咱们看到这个Steel社区啊 Steel社区基本上是有两大部分组成的 咱们可以看到在东侧 Burchman和Kennedy之间 下部也就是南面有一个大公园 这个公园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湖泊 是咱们去那边玩的话 能看到很多很多这种野生的动物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绿地 所以在那里面散步啊 都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以前我还曾经在这个公园里面遇到那个 加拿大的鹅 这个鹅它也不太怕人 基本上就是你来了之后 它也自己在那晃耀 有一次呢 不知道这个鹅是刚生了小宝宝啊 还是什么情况 我从那边走 它就使劲冲着我来那个叫混 然后脖子呢 能伸成一个类似妻子 这么一个这种奇怪的情况 看着很凶 然后就吓得给我吓跑 咱们看到接着说这个社区啊 社区的另外一部分 咱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像个大扑扇也行 或者说是一个很大的耳朵的一个脑袋 咱们看到这有一个圈 在圈的这两边呢接着两个环线 这两边就是各有一个大的社区 而中间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超市 叫做丰台超市 这里面东西还是挺全的 价格也比较便宜 所以呢 我是还经常会时不时的过来买点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Plaza呀 它有一个图书馆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你如果是路过到里面看看书也是蛮有意思的 另外有一个很好吃的饭馆 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介绍 叫巴巴牛肉粉 这个牛肉粉的门俩不是很大 但是它是非常久吧 我来的时候就已经开了 所以它应该能开了至少有20多年了 然后它的味道呢也基本上没变 这一款咱们看到的这个越南粉 就是我基本上最爱吃的 每次都会点 它也会有一些辣的东西 不过跟川味的辣不是很一样 像以前我住在释迦堡 甚至住在北约克的时候 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来吃 它这边的味道呢 据我自己感觉啊 是很地道 然后吃完之后 你还会老想去吃 去别的地方 吃完了吧 你反而会觉得不那么地道 然后想去尝尝这些地道的 他们家的这个香茅的猪扒饭 这应该就是猪扒饭 做的也是挺不错的 咱们看到这个照片啊 大概就这么大一个地方 其实还并不是很大 不过对石家堡的餐厅来说 已经算不小了 这个春卷 咱们看呢 味道呢其实没什么味道 但是呢因为有很多菜嘛 所以不喜欢吃菜的 哎小朋友可以点个这个挺好的 里面还有一半只虾 然后营养也不错了 另外这个应该是芒果的奶昔吧 还有这个也挺不错的 里面是有一些红豆啊 然后顶上是椰蓉 然后做的这么一类似鸡尾酒 下面应该就是像果冻一样的东西 就是这个芒芒牛肉粉 如果你路过这个地方啊 我强烈推荐也过来尝尝挺好的 咱们看这个风菜超市 风菜超市还是挺热闹的 尤其是过年过节它会有很多促销啊 也摆很多亚洲的商品 那现在不是要中秋了吗 然后它就摆了很多月饼 不过现在这月饼啊都特别贵 动不动就几十要一百块 真的是不是特喜欢的买不下手 咱们接着来看社区 这个社区啊公园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咱们看到的这个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 五个六个 几乎你走到哪都有绿地 顺便咱们看看这房子长什么样吧 咱们不知道的没来过的朋友 咱们一起看看 这种房子一般来说都是40年了 基本都这样的 车库基本都是双车库 但是房子呢并不是特别大 一般来说就两千尺 所以比较适合那种 不是特别有钱的家庭 找一个地方能住 这个地方其实是蛮合适的 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咱们再来看看另外这边 四地挨着Kennedy小学这边的房子 咱们可以明显看出来 它会好一些 它的房龄应该会新一些 咱们顺便看看这个小学和高中吧 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就是Kennedy小学 其实小学呀 看起来就都挺一般的 一般来说都是一个 很大的平房 然后小孩在里面上课 这学校吧 虽然看起来挺一般的 但是呢 学上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自然 所以也挺好的 咱们来看这个高中 看看高中长什么样 白星文高中 咱们看对面 这就是白星文高中了 所以咱们可以看到这高中 其实你看跟小学也差不太多 可能就比小学 稍微大 占地多一些 但是基本上呢 也是一个这种 也是一个这种像很大的一个平房 然后学生们呢都是在里面教室里面上课 一般来说在上下学的时候啊这个人还是挺多的 但是如果是上课的时候 外面其实跟这照片差别就区别 就不是特别大了 加拿大这边的学校其实都差不多 没有特别豪华的装修 但是呢 教学质量嘛 其实跟建筑的好坏跟那个环境 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我觉得可能还是大家的教学理念 更能决定一个学校的素质 或者说水平吧 咱们接着来说这个社区 这个社区 北边就是万锦市 万锦呢 整个这个商业氛围 其实现在已经比释迦堡要好 咱们一个一个也给你说说 咱们看到这儿有一个锦绣中华 这个锦绣中华啊 现在应该已经被拆了 它准备是建太古的二妻 但是太古呢 只要你来过多伦多的人 其实应该都知道 太古在多伦多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它其实就有点像一个 小商品市场 像以前 如果是北京的呢 可能你知道有什么官员 那时候啊 跟那差不多 当然了 现在这个北京根本就比这就强太多了 这是太古里面的样子 基本上就是你看 跟以前的中国那边的小市场差不多 现在 中国可能已经没有这样的地方了 但是好处是这个人气很足 你在这里面溜达吧 就是很容易感到那种地气 就特别的接地气 太武广场南侧有一个 这个 go的station 也就是一个通勤火车的车站 这个车站啊 从这儿坐车去多伦多的downtown 大概应该用不了30分钟 如果我们开车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远的 再加上经常堵车 30分钟肯定到不了 但是你从这儿坐火车 到这个多伦多市中心的联合车站 那其实挺快的 所以你即使是你在多伦多市区上班 那你住的这儿也挺好的 当然了咱们华人其实一年不一定去得了 downtown几次 有一两次就不错了 在这个steel社区的北边 有另外一个超市 就是有一个大同华超市 这个超市呢 在多伦多也是大名鼎鼎 就是这个超市 里面基本上 跟它跟那个风泰吧 差不太多 但是东西比风泰的要质量要好一些 价格也贵一些 咱们可以进里面看一下 大同华有一个特色的卖吃的 这其实在很多华人的超市都有 你可以随便选自己想吃的东西 除了华人区的这个大同华呀 好多其他地方大同华 其实已经不提供这种自己点的了 当然现在疫情期间这些都不等做了 大同华还有一个蛋糕布 它的蛋糕其实是很好吃的 像这些芒果的绿茶的 我都吃过 像这应该也是巧克力 还是提兰米苏 都很好吃 它并不像你想象的那种 纯餐馆的那种蛋糕 是糊弄事的 他们家的蛋糕房质量还真是挺不错的 海鲜布 逢年过节这边也会有一些中国的特色吃的 比如说上海的鲜肉粽 这是19年拍的片的三块六毛九 可能现在都得涨涨价了 当然这个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像你咱们出门在外 你如果能买一个家乡味道的种子 那吃一口 估计就马上思乡知情 喷涌 当然了 在多伦多这边 其实已经不太有这种情况了 像我刚来的时候 整个多伦多的大陆的超市 餐厅其实并不是特别多 所以当时还特别的想 现在已经不新鲜了 大家在多伦多住吧 其实感觉就跟在中国住区别不大了 有点像一个不是特别发达的 中国的二线城市 有点这个意思了 反正就是不会有那种特别严重的 在异国他乡的那种感觉 这也是好多人喜欢移民多伦多的 这么一个原因 这儿有一个在大东华的西侧呀 有一个地方我必须得提一下 叫J-Town 为什么叫J-Town呢 它就叫Japanese Shopping Center 里面全是非常地道的日式的餐厅 然后这些小店主啊 也都是日本人 他买的卖的这些吃的呀 基本都是日本进的 咱们看这个蛋糕店 我也是经常去 他们家这个蛋糕 要比华人店的蛋糕要贵多了 比如说像这么一个小蛋糕 比华人店的至少要贵十块钱 不过它的味道好像比华人店的 的确要更好吃一些 这个店呢 我也是经常会来 还有这个苏西 咱们在多伦多呀 有很多很多卖余生的店 华人的也有 西内也有 但是像他们这个 真的是日本人卖的 他们这个卖的这个鱼生啊 比别的地方要贵多了 但是它的味道啊 也真的是好 有的时候我就会狠狠心 然后买那么一点 一般来说说是吧 不太舍得吃 但是真的是挺好吃的 咱们看到这种很普通的 这种小吃的看着没什么 但是吃起来真的是挺不错的 跟我原来去日本吃的那些 味道非常的非常的接近 所以如果你特别喜欢吃日餐 那我建议你是不是过来尝尝 真的是不虚此行啊 在这个这一趟边上 还有牛冰味 日式烧烤味道也不错 还有全聚德烤鸭店 这个是真正正送那个烤鸭店 过来开的分店 我是没有怎么去过 这个关键主要价格有点贵 我经常去的呢 就是大鸭梨 那这也是从 对大鸭梨就在 刚才咱们说那个大同华的北边 它的味道可能没有全聚德那么好 但是尚可至少是 如果只是追求一个比较地道的 一个烤鸭的味道啊 我觉得大鸭梨还是合格的 因为它的价格真的是挺便宜的 唠唠叨叨说了这么多 可能大家早就烦了 我就先到这儿了 如果你有什么想知道的 或者说我没有说全的 或者说你觉得有些地方说的挺有意思 你想知道细节 那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然后我或者做更多的视频 或者我给你回复 好吗 那这期就到这儿了 咱们下期见 那么大礼人 也接着 不过 太久 quarotional了 是